香港中评社刊发评论文章指出 因为本届台立法机构民代席次三党不过半 比起过去民进党一党独大的风光时刻 民进党台立法机构党团20号在开议时锐气禁师 要靠韩国瑜才把国民党民代请下去 让陈建仁上台施政报告 文章称 这对于接下来5月20号后要接任的赖清德就是个警讯 也预告了 未来面对所谓朝小野大的政局 赖清德可能要花更多心思 在政策的协调和让步上 另据台湾媒体报道 针对陈建仁到底哪一天到台立法机构进行时安专报 三党持续过招